日本二战战败,为何却拒绝上脚武器?真是原因让人忍俊不尽。 古往今来,胜者为王败者为寇。 作为战败的国家需要对战胜国家进行一定的经济或者装备的赔偿呢?这也是一些军迷非常好奇的问题,这些战败的国家上脚的武器最终到底都去了哪里呢? 世界二战不仅是日本包括德国和意大利他们都需要上脚武器,当时德国在上脚这些资源给苏联的时候,苏联也只是进行有选择性的回收,有一些就直接给消了,还有一些做了顺手人情送给盟友。 在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故事,那就是美国大兵太过自信将使用过后的武器全部都给扔了,后来就被中国部队给拿走了,我们进行加工以后再高价卖给了美国,从中赚取了佣金。 但为什么日本在二战失败以后,他们不愿上脚武器呢?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核武器爆炸后他们很多有效资源都被灭了,其次也可能他们还想东山再起。 MING PAO TORONTO